我們現在來了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從新竹一路晃過來 那我們現在在一個工廠 這個工廠附地超大的 但是我走進來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裡面有百夫長的皮箱 滿滿的都是 可是你看得到我上面 超酷的 我第一次看到皮革工廠 他們在烘皮革 原來這是一個皮革工廠 他們本身也帶來了百夫長的皮箱 旅行箱 那我們等一下呢 因為我看到他們辦公室裡面 也有成立一些聯名款 聽說有羅志祥聯名款 還有藝術這樣的聯名款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哇塞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軌道這樣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皮革是這樣子曬的 那這個皮革工廠呢 它是專門做皮革給製鞋工廠用的 所以他們是專門在做鞋的皮革 我們再逛過去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在滿滿的皮箱堆裡面 有看到後面 好漂亮很多聯名款 而且顏色豐富 百夫長的這個真的 它的皮箱真的是很誇張耶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粉絲 但是他們好像都有收藏 百夫長皮箱的那個4號 因為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皮箱 它的顏色飽和度很高 然後這個負責人呢 他也有一些跟藝術家聯名的皮箱 在他辦公室裡面 等一下我們會去拍一些鏡頭給大家 原則上不是那麼了解皮箱的製程 可是我剛剛有大概聽他們講了一下 其實這個製程尤其是要把圖案 印製到皮箱上面去是一個很大的功夫 這是巴結 這顆 巴結 這個巴結 蛋捲出的這個 巴結那個巴 對那個蛋捲它出的聯名 聯名款 哇 這是那個巴結 你知道巴結嗎 巴結就是一種很好吃的餅乾 一個巴嘛 那個他們也有跟百夫長做聯名款 最厲害的是這一個 這是大摩 知道大摩威士忌嗎 大摩他們跟百夫長聯名的 還有這個Mau Mau很難念的法文 這個Mau這個是一個藝術家 那他的聯名超可愛 是不是很想要這個 超好看的 跟著我去旅行 是不是很適合我 林瑞姐 現代的現代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對不對 這個是當代藝術家 林瑞姐 因為他現在畫這個Mau這一個的系列 那現在很夯啊 是開始值得收藏 那這個呢 這一顆是沒有賣的 因為這一顆是他直接畫在這個皮箱上面 所以他有時候如果要去參展什麼 他會用這一顆拉 然後會保留了一顆在這邊 這是直接畫的不是印刷的 本尊清筆 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 林瑞姐 本尊清筆 白夫長的皮箱啊 就是很有特色 所以 而且辨識率很高 我們上次出差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皮箱一出來 北極熊就看到了 對不對 就是他有一個跟北極熊很聯名的 我們那個從書松台一出來 就馬上看到我們自己的皮箱 其實白夫長他就有這個特色在 你只要一看到就發現那顆是我的 因為他的那個顏色飽和度 還有他的每一個皮箱 都有他的不同聯名的意義 德華 我們剛剛有拍劉德華這一顆嗎 好像在剛剛在倉庫那邊 劉德華的 然後咧我們現在要看一下這個 這一顆 這一顆 實體在這裡 不是屍體 是實體 羅志祥聯名款 老公司這邊只保留這一顆 因為已經全部是賣光光 所以我們看到本尊 本尊 本尊 但是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大膜 他們這本裡面好多喔 超多的都是聯名款的 就是很多聯名款的百夫長的這個 喔 這個是百夫長攻略啦 這個是百夫長攻略就是如果你想要 你喜歡的品牌 然後跟百夫長聯名的 你們就可以看說 哇 有哪些皮箱是可以 我們剛剛講大膜威士忌就這個 瑞士鐵道局聯名款 2020年發行 這裡面記錄了它每一個聯名的跟品牌 還有時間 還有他們 因為他們基本上聯名就是屬於限量 所以 可能他們還是有一些些庫存 如果真的有喜歡的話在下面留言 可以幫你們引見一下 還有這一顆是我們小編很愛的綠色 他想把這顆綠色帶走 那當然呢 這一個綠色也是今年是青龍年 所以青龍年很多人會很喜歡去找 跟綠色有關的顏色 招彩色 還有呢 因為這一顆的型它叫胖胖香 它真的很好裝 我們這一次到東京因為很冷 我們帶了這個羽絨大衣 裝上去不到三分之一 因為它的深度很深 所以 這邊我不方便給它拿下來 你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看到它的深度 它就是這樣子胖胖 所以它非常好用 而且因為它皮箱很輕 所以即使你裡面裝東西 我覺得還是很好啦 我們真 像我女生力氣不夠的話 還是提得起來 所以真的大推百夫長皮箱 我們今天忙了一天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南 那剛剛呢 因為高通很塞車 所以到台南先下來找個地方吃東西 那當然不管到哪邊還是要吃一個 對不對 道地的 我們現在來到州市蝦捲 來吃它的特色 它的蛋仔麵 它的那個冬鍋肉 還有它的蝦捲 還有那個什麼 絲木魚香腸 那台南聽說要吃米糟 它的米糟也是很特別 所以我們開吃 好 我們已經非常狼藉 又再一次的吃到一個美食 我們現在在台南 我們就是一路這樣子 從台北到這裡已經天黑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吃完我們就要再上高速公路 繼續往南到高雄 那明天呢 如果在高雄還是有看到一些特別的 有設計的東西啊 或是空間 或是什麼 我會再分享給大家 給本師們 所以呢 請記得追蹤我 訂閱我的頻道喔 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我是Alita 我按讚 記住 好